被大家亲切称之为哈利王子的青年才俊 全名叫亨利、查尔斯、阿尔伯特、大卫、蒙巴顿、温莎 英国人的名字都是冗长难记 必须要沾点亲 所以大部分人都记不住外国人这些大长串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位名字极长的英国王室 前英国王室哈利王子 哈利王子作为王室的一份子是个典型的公子哥 可能是因为小小年纪就没有了母爱 导致早年的他做出很多过分的事 有很多让人不满的地方 和梅根结婚以前哈利也交往过不少女友 其中最特别的英属切尔西·戴维 戴维身材高挑 但从相貌来看比梅根要漂亮不少 热恋情浓的时候 哈利曾带着戴维见过王室长辈 查尔斯过60岁生日 戴维就曾是做上宾 接着威廉王子娶妻 戴维也以哈利女友的身份参加了婚礼 那时候哈利曾对媒体说过 戴维是自己第一个认真爱上的人 然而这对交往了七年的小情侣 最后还是败给了世俗的压力 被迫分手 后来哈利迎娶梅根 戴维也曾出席 婚礼上的戴维一脸落寞 让人不禁怀疑 戴维这是后悔当初提分手了吗 假如他不分手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梅根后来的简陋 戴维出身高贵 是千万富翁之女 戴维来自津巴布韦 家里条件很不错 父亲是当地出了名的千万富豪 被骄养长大的戴维 丝毫不显骄骄女的任性 反倒是一个性格开朗 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2004年前后 哈利被朋友邀请去南非的一家孤儿院做慈善 也就是在这里 哈利遇上了同样前来做义工的戴维 起初 哈利只认为这个姑娘很勇敢 因为在那家孤儿院里 很多孩子都患有传染病 这样的情况下 戴维还敢前来 可见他是真心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个青年男女因为同样的爱好和兴趣走到了一起 戴维心地善良也喜欢玩闹 身上似乎还有几分戴安娜的影子 面对这样一个可以和自己一起胡闹的女友 哈利的态度前所未有的认真起来 而为了拉近自己和男友的距离 戴维也离开了当地 去英国读了硕士 媒体照片中的哈利和戴维 像所有普通情侣一样 他们肆无忌惮地拥抱 结吻 2008年 查尔斯过60岁生日 哈利就带着戴维见了家长 2011年 威廉王子结婚 戴维也被邀请出席 那时候 民众一度认为 戴维将会成为王室的二王妃 毕竟媒体的报道中 戴维已经被称呼为 王室的新面孔 可谁曾想 之后没多久 戴维就跟哈利提了分手 这对深爱着彼此的金童玉女 还是败给了现实 戴维压力太大 不想事事都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 和哈利交往以后 戴维再也没有了私生活 他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 戴维有些怯弱 可如果只是因为这样 戴维多少还可以忍受 然而媒体无休止地讽刺和谩骂 让戴维逐渐失去了跟世俗抵抗的勇气 首先媒体不停地攻击戴维的家庭 戴维的父亲是千万富翁不假 可是他却是靠捕猎野生动物发家致富的 就算后来成名以后 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戴维家的野生动物园里 所有的动物都被明码标价 没有和哈利交往以前 戴维顶多会被人讽刺为爆发户 然而成为王子的女友以后 戴维父亲的致富经就成了污点 尤其是对于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来说 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王妃出生于贵子守家庭 于是在媒体一轮接一轮的攻击下 戴维父亲不得不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买卖 就为了给女儿进王室破路 看着老父亲退让 戴维有些心疼又有些无奈 然而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停止 媒体还是不断骚扰戴维和他的家人 甚至于还有大胆的媒体公开询问 王室对此事的看法 尽管王室也会霍悉尼般避开话题 可日子异常 戴维还是感受到了王室的不喜 再者 老有媒体拿戴维和凯特做比较 对相貌 戴维比凯特更精致 比家庭条件 戴维更是完胜凯特 但是戴维却没有凯特那份心急 没有嫁进王室以前 凯特就被民众评为最理想的王妃人选 威廉和凯特大婚以后 凯特更是成为民众评选王妃的标杆 在凯特的应身下 戴维的年轻活泼变成了不知轻重 戴维和哈里的肆意玩闹 也成了媒体笔下的张扬任性 而面对面时 知心姐姐般的凯特 也给戴维科普了不少王室规矩 里外结合的夹击下 戴维有些崩溃 那段时候媒体镜头里的戴维 开始和哈里闹矛盾 接着没过多久 戴维就提出了分手 面对朋友们的关心 戴维也只是说 自己无法忍受镜头的不断追踪 他想过自由的生活 跟戴维分手以后 哈里颓废了很长时间 接着 哈里也曾换过其他女友 科也无疾而终 直到2014年前后 哈里遇上了梅根 和戴维的敏感时大体不同 打小就被嘲讽惯了的梅根 似乎格外粗神经 媒体笑话他结过婚 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 配不上王子 梅根隔天就晒晒哈里 送给自己的礼物 似乎在隔空挑衅媒体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 你们的王子就是喜欢我 而面对凯特有意无意的暗示 梅根也是四两拨千斤 毕竟跟哈里以前那些 白富美的金池女友们比起来 梅根最大的优势就是赶豁出去 因为两个同样都是 从平民家庭走出来的姑娘 谁又能比谁高贵呢 这样一顿折腾下来 梅根反倒成了胜利者 2018年5月19日 哈里跟梅根的婚礼 在圣乔治大教堂举行 所有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就连哈里的前女友也出席了 镜头下的戴维嘴唇紧敏 整个人看上去似乎并不怎么高兴 或许看着幸福的哈里跟梅根 他心里有些失落吧 年少时候不能忍受外人的指手画脚 等到成熟以后才发现 恋人就和时间一样 都不会在原地等你 2020年3月 哈里在梅根的带领下 彻底跟王室闹翻 离开伦敦以前 哈里跟朋友们分别 澳大利亚的新想法曾报道说 哈里组织的朋友聚会上 也有戴维的身影 最后分别的时候 哈里还给戴维一个最后的拥抱 只能说 在错误的时间里相遇 哪怕是对的人也很难坚守 相比梅根来说 戴维虽然更端庄大气 长相也漂亮 可他的确没有梅根那种 谁都敢惹的勇气 梅根可是以一己之力 挑衅了整个王室 优雅如凯特 淡定如女王 都被梅根气得无语 没有点真本事在身上 估计真的坐不稳 王菲这样的位置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